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愿 后期 阿明 第112集 敢威胁我 找死 万料不到他居然会说出如此绝情的话 阿依莲的震惊已经无法形容 脸颊更因恼怒而胀得通红 你 你怎能这样说 我 我为了你 我说过了 你不是为了我 蓝叶云再度打断他 脸上已经有着明显的不耐烦 所有人 包括我自己 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我 至于是为了谁 你我都心知肚明 如果你不想做 可以立刻退出 退出 那不就意味着放弃 凡是蓝叶云的人都知道 宁肯死都不能被放弃 否则便是生不如死 阿依莲怎么也没有想到 蓝叶云居然会把话说到这个坟上 早已震惊地目瞪口呆 哪里还说得出半个字来 眼见情形不妙 欧阳润雪立刻上前两步 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袖 衣莲 听话 快别任性了 王爷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大局 为了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那不也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目的吗 既然都是为了自己 受些委屈也是应该的 说得到轻巧 感情 整日不见天日的人不是你好不好 满腔的愤怒终于有了发泄的出口 阿依莲突然立声尖叫起来 样子十分可怖 何况你确定 王爷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大局吗 我看 他根本就是色迷心窍 早就忘记了自己该做的是什么了 这话一出口 旁边的欧阳润兵也听不下去了 不由脸色一沉 依莲 我觉得你的确有些不像话了 别忘了王爷他是什么身份 岂如你这般轻慢 还不快向王爷赔罪 赔罪 我何罪之友 阿依莲的神情越来越疯狂 双眼已经渐渐变得赤红 如果他还是从前的王爷 我为他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可是现在你们看 他居然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女人身上 甚至连我们之间多年的情分都弃之不顾 你我之间从来没有任何情分 蓝叶云眉眉头一皱 语气中居然有一丝隐隐的杀气 别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 否则别怪我出手无情 你 你 阿依莲越发脑恨欲狂 也更加口不择言 好 好 你很好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绿曼说你已经一清别练 连魂魄都被勾走了 我还不相信 想不到今日一见 你果然如此绝情绝意 王爷 你变了 我知道 是楚寒城那个贱人 这两个字 显然狠狠地翻了蓝叶云的忌讳 眸中杀气一闪 他与虚空挥出一掌 重重地打在了阿依莲的脸上 尽管只是一股灵力 阿依莲却根本无法承受 整个身体顿时斜飞出老远 砰的一声撞在了墙上 吐血的强度 甚至比当日的绿曼 游有过之 哇哇几声之后 他面前的地上 已经汇集了一大滩鲜红的血 蓝叶云却完全视而不见 收回手 他的语气中带着凛冽的杀气 我说过不止是吕曼 就算是你 也不得有任何一个字 辱迹阿征 否则杀无赦 一连 欧阳润雪自然吃惊不小 立刻奔过去扶住了他 急得眉头紧皱 怎么样 没事吧 你也真是的 无论怎样 不该对王爷如此无礼 硬生生承受了蓝叶云 毫不留情的一掌 阿一连不可能没有事 他只觉得脸颊阵阵剧痛 眼前更是不断地发黑 简直三魂被打跑了七魂 感觉到半边口腔内的牙齿 似乎都开始松动 再听到蓝叶云所说的话 他只觉得精神上的侮辱 已经远远超过了肉体的疼痛 不由挣扎着站了起来 摇摇晃晃地咬牙切齿 好 很好 你既如此无情 那就休怪我无意 蓝叶云冷笑 我对你从来如此无情 是你偏偏自作多情 如今自取其辱 你又怨得谁来 阿一连的身躯又晃了几晃 眼神也越发疯狂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鱼死网破 大家谁都别想活 轻易听出了她的话中之意 欧阳润冰和欧阳润雪 彼此对视一眼 在各自的眼中 看到了相同的恐惧 他们不是替蓝叶云感到害怕 而是由衷地替阿一连担心 作为蓝叶云的人 他们知道蓝叶云多么冷酷无情 吃软不吃硬 对她你可以求收买 哀求甚至死缠烂打 唯一不能使用的就是威胁 否则下场必定惨不堪言 果然也不见蓝叶云有任何动作 一股凛冽的杀气 已经自她的周身翻卷而起 雪白的衣衫无风自动 看着狼狈不堪的阿一连 她的声音竟然十分平静 把你这句话解释清楚 王爷一向聪明绝顶 怎么会不明白 以为终于握住了蓝叶云的软肋 阿一连笑得得意而疯狂 只要你不逼我 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 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 我才不得不 你想怎么样 你 你敢杀我 说到这里 她才陡然发现 蓝叶云眼中 那刀锋一般的杀意 顿时吓得连连后退几步 后背已经抵在了墙上 蓝叶云看着她 突然笑了 只是她的笑容 让人毛骨悚然 那么 等你有命从这里走出去再说 说着 她缓缓抬起手 指缝间 已经有一股白色的光芒 缓缓流转 见她完全没有半分说笑的意思 阿一连才真的感到害怕了 声音也颤抖得不成样子 你 你敢 你真的要杀我 你 你 王爷息怒 欧阳润兵突然双手抱拳 单膝跪倒 一叠声地求情 我看一连并非是存心冒犯 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才会如此 万望王爷念在她是你我同族的份上 饶过她这一次 我念着她是你我同族 她可曾念过 蓝叶云冷冷地看着她 指缝间的白芒依然不曾散去 你应该还记得 当初就说过这个女人靠不住 难当大人 是你一力担保 说她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如今这个后果 你可担待得起 欧阳润兵顿时脸色一白 我 请王爷恕罪 一看情形不妙 欧阳润雪也扑通一声跪倒 连连磕了几个响头 原本当初 大哥也是觉得一连太过年轻 怕他经受不住这些大风大浪 想要另选他人 可是 一连反复央求 说要为同族尽一份绵薄之力 大哥是念在他这份心意上 才答应下来的 何况 一连原本并不是这个样子 他只不过是 因爱深恨才会 我不问过扯 只看结果 似乎十分厌恶与阿一连 扯上任何关系 蓝叶云目光一寒 已不容许他继续说下去 当初是什么情形 我也不想过问 我只知道任何人威胁到凤凰朝计划 都别想活 既然这个纰漏是因你而起 那么不只是他 就连你欧阳一家满门 都要为他陪葬 不要 王爷息怒 兄妹二人彻底慌了神 欧阳润雪更是瞬间泪流满面 我们也知道 王爷一身 惜天下之安危 凤凰朝计划 也容不得任何闪失 但我欧阳一家 一向忠心耿耿 从未有过任何不轨之心 还望王爷明察 一连 你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向王爷求情 难道 你真的要看到 尸横遍野 雪流成河才甘心吗 说实话 阿一连早已彻底傻了眼 绝未想到 事情居然闹到这种地步 更不会想到 蓝叶云的手段 居然如此冷酷无情 原本以为 只要把蓝叶云的秘密 搬出来 她必定会服软 谁知居然闹到了 刘成河的地步 猛地亮枪了一下 她哪里还说得出话来 你 你真的敢 还不快闭上嘴 事关自己全家的姓名 欧阳润兵又急又怕 何况这件事 的确是自己的责任 也就顾不上对她客气了 我们全家都待你不保 你没有必要为了一己之私 把我们全都害死吧 后背紧紧递着墙壁 阿姨连把目光 移到了蓝叶云的脸上 而当她接触到 那双冰冷而锐利的眼眸 却不自觉地浑身一颤 求饶的话 本能地脱口而出 王爷 我再也不敢了 我刚才 刚才是开玩笑的 可是我没有开玩笑 蓝叶云淡淡地开口 不管你是不是真心悔改 冒险都不是我的作风 话音刚落 便见她右手一挥 几道银色的光芒 刷得急射而出 瞬间隐没在了阿姨连体内 那一瞬间的剧痛 足以令人生不如死 阿姨连一声惨叫 立刻软软地倒了下去 再也动弹不得 剧痛之后 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 可就在她想要立声叫骂时 才发现根本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 收回手 蓝叶云冷冷地开口 从今天起 你将不能言 不能动 直到凤凰潮计划 取得成功 那与死人有什么两样 阿姨连顿时狂怒不已 可惜却只能狠狠地瞪着蓝叶云 甚至连咬牙都做不到 我把她交给你们了 蓝叶云转向欧阳兄妹 声音里仍然没有丝毫温度 想必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做 兄妹二人哪里还说得出话来 好不容易才从牙缝中挤出一个字 是 再也不去看床上的阿姨连 蓝叶云甩袖而去 很快便连一个冰冷的背影都看不到了 此刻的阿姨连自然是又恼怒又悔恨 有心求饶却已经无法开口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 绝望的泪水很快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